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领域交流合作 深化人民友谊 推动两国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正义一边 对于乌方有关机构 列明中方企业 我们曾明确表达了坚决反对的立场 乌方采取措施取消相关名单 中方表示欢迎 古纳瓦德纳总理曾多次访华 为推动中私关系的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 此次访问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会见古纳瓦德纳总理 李强总理 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他举行会谈会见 两国领导人将就更序中私传统友谊 深化双方政治互信 拓展两国务实合作 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中国和斯里兰卡是传统友好近邻 1957年建交以来 两国始终守望相助 携手前行 树立了国家间平等相待 友好相处的典范 近年来 中私两国高层交往频繁 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经贸 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日益密切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沟通与协调 去年10月 维克拉玛辛哈总统来华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习近平主席同他深入交换意见 就发展中私关系 达成重要共识 中方高度重视中私关系的发展 愿同四方一道努力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中私真诚互助 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取得新进展 谢谢 谢谢老汇先生 鸿海水域是重要的国进货物和能源贸易通道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 依法共同维护鸿海水域航道的安全 同时应切实尊重鸿海沿岸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为早日恢复鸿海的和平安宁做出贡献 中国和尼泊尔是山水相连的传统友好邻邦 近年来 两国高层交往密切 各领域务实合作 持续深化 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协调配合 去年9月 普拉昌达总理正式访华 两国领导人就中尼关系的发展 达成重要共识 此次访问是施雷斯塔新晋就任尼泊尔副总理 兼外交部长后首次出访 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努力 以此访为契机 进一步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深化双方政治互信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 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取得新进展 当前加沙冲突仍在延宕 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国际社会期待安理会 切实履职尽责 中方支持安理会 尽快采取进一步负责任 有意义的行动 为早日平息加沙战火 缓解人道局势 推动落实两国方案 做出不懈努力 我们认为 在巴以问题上 必须尊重历史和事实 必须听取和尊重 广大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和呼声 必须尽快实现 停火指战 缓解人道局势 推动落实两国方案 这是我们衡量安理会行动 和决定的标识 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放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美方应当纠正 错误的做法 为中国企业经营 提供公平公正 非歧视的环境 中方将坚定维护 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谢谢发言人 总裁央晚记者提问